大家好,可以看看出口的货物,出口的船 我现在就在国内某个港口 这些货物最终都去往哪里 都去往我之前去过的一带一路国家 斯里兰卡,埃及,沙特,阿联酋 看这个钢结构,看这些东西 看这船 这些货物最终都要去往一带一路 我引送一带一路回国了 但是这些货就即将启程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船 大家可以看这个货 看这些都是钢结构 这些货最后都要去一带一路国家 一带一路国家 然后这个船 可能大家对这个船 你看这个船上面一个一个舱位 你不懂 我最初的工作也是下船舱 很苦的 涨一身油,一身汗 这个船我告诉你 这个船一共有四个舱 四个舱就门一打开 四个舱 每个舱位有一层柜 二层柜,三层柜 有的还在四层柜 还有顶层的,甲板上的 这些货最后都进到甲板 放到甲板上呢 就是说给个大副啊 船长啊,协商 还有这个 看你的货是不是什么 怕潮的 如果不怕潮啊 就放甲板上 怕潮的进舱里边 基本上这些货都能进到舱里 我呢就是今天在港口 在港口 然后随便给你拍一个 拍个拍个vlog 是咱国内比较大的一个港 现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啊 出口这些东西啊 主要都是什么 国企为主啊 国企的 就是那些大项目啊 紫电站啊 钢铁厂啊 水泥厂啊 国有企业为主啊 著名的那几个大国企啊 出口为主 民营的也有啊 民营的也有 去的国家啊 主要就是什么呢 我之前说过啊 我跑那几个国家 斯里兰卡 还有什么 马尔代夫 埃及 沙特阿拉伯 一带的国家 这都有 后续啊 可能意大利也有啊 打通欧洲了嘛 意大利也有 这钢铁厂啊 货量很大啊 每年啊 我呀 从一带一路国家回来了 那么货呀 也要启程了啊 也要启程了 这个船啊 这艘船啊 一周以后啊 会到香港 到香港以后呢 从香港 京转 回到哪 回到新加坡 马六甲海峡 从马六甲海峡 进入印度洋 啊 一个月以后 到达了目的港啊 一个月以后 能到达目的港 哎呀 我也不能跟你说 他目的港是哪里啊 所以啊 中国对海上啊 这个运输通道的 是非常注意的 特别是在那个 马六甲海峡呀 还有什么 现在 红海 是不是 之前有红海任务 中国已经是有个军事基地了 再急不提 是不是 就是保障啊 这些货物 能够安全的通过 这些海上通道 不被别的国家拦截 是不是 保障这个一带一路畅通 那么现在啊 你可以看看海外的 如果有解放军看这个视频呢 你保卫的就是这些货物 这些货物啊 就是一带一路 通往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 这只是一部分啊 所以我说过啊 这是个长期计划 那通过我在埃及啊 通过在一带一路国家啊 啊 我告诉你了 一带一路是什么 你可以 不用想结果 是不是 结果就是啥 日本和美国的结果 因为日本和美国 他干了最后啊 他把结果 已经告诉你了 日本和美国都变成发达国家 是不是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最后的结果也是 帮着中国啊 走向发达国家行列 大家都可以做 知道吧 看这个货物 行了啊 你看这些车辆啊 这些车辆也是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的啊 比如说你在埃及啊 你在非洲啊 你在南美洲啊 中东啊 是不是 你看到很多中国的车辆啊 这些 当中国的 那还有农用车辆 是吧 农用拖拉机 农用大卡车 是吧 这些车辆啊 你看到的这些 是不是啊 都是通过这个港口 通过港口啊 运出 很繁忙啊 港口啊 这运的钢材啊 这是 有关 好 冷 到 到 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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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